你会后悔你没有拿下这张支票 你会后悔你已经老了 等你想要再飞的时候 你已经飞不动了 为什么你一定要带走阿剑 就算没有我 他也不会跟你离开月村的 你错了 只要他还是我的儿子 我就有办法让他离开 即使牺牲他的幸福 你也不在乎吗 我当然在乎 只是 你不是我认可的幸福 阿剑回到加拿大以后 就会跟梓梅结婚 然后正式成为 卓氏集团的接班人 看来你还不知道 阿剑跟梓梅 本来就打算要结婚 要不然 你以为梓梅干嘛 亲里迢迢地追到这里 来守着哥哥 在你初心以前 阿剑跟梓梅 一直都非常地要好 我想 你应该不会想要 成为介入别人关系的 那种女人吧